明星的进眼差距有多大 三十弟弟拍摄射击细时 意外炸伤眼睛 不顾身体受伤 反而责怪自己动作没有做好 反观某小仙弱训练时 手蹭破了点皮 立马赶去医院包扎 我直接来去医院把你把它包扎一下 没事没事没事 别别别别 转而向队友久安慰 却被网友吐槽 感觉像得了不治之症 杨阳在参加某综艺时 把方布面具让给了于晓冬 自己却在充满夺气的煽动中 待了十几分钟 其实也很坚持 但实在是 没有 就真的是坚持下去 以至于现在还会时不时的咳嗽 这种感识 着实令人钦佩 于宇轩被安排体验遍景生活 在听到笑熬夜之班时 却痛苦说到实在虚骨 这种感觉 我就吃不了 不想吃这个 吃这个屁啊 说我的记住 能不能整个熬夜 熬什么夜 我飞呀 再吃这个屁股 吃半个血 你不想吃 这么快 你会让我